新北市一名男子因为常去生色场所爱上了一名酒女 而他为了要捧场把钱花光之后竟然把歪脑筋动到前女友身上 借着外出吃饭叙旧的机会就趁机摸走提款卡 盗领将近9万块 警方获报待遇监视其画面 前女友这才发现小偷竟然原来是自己的前男友 头戴安全帽穿着深色上衣 男子鬼鬼祟祟 要领走的是朋友辛苦存的血汗钱 有诈期前科的王姓嫌犯 今年三月把前女友约出来吃饭 结果竟然趁着对方上厕所的时候 把爸爸里的提款卡给偷走 隔几天女生找回提款卡 却发现存款只剩下一块钱 辛苦存下的八万六千多块 全部不翼而飞 原来是男子华田酒地迷上酒家女 想天天捧场却把歪脑筋冻在前女友身上 虽然极力遮掩 但身上这套衣服还是让她肉了线 她最主要是让她穿着的衣服 因为这个衣服是她在大概两三年前 跟她到夜市去买的 所以她记得特别清楚 女生一度还会嫌犯辩解 万万没想到会被她偷东西 信任感瞬间归零 也大叹真的是物交损友 昨天新闻杨东盛中文展SNG 新北市报道